Hello 我是Ivan 今天想分享一個我兩個幾星期前做的一個project 就是for fun的project來的 可能有些朋友都知道的 就是ViuTV有一套劇叫做IT9 很多人在講 尤其是做IT的或者startup的 都感觸良多 可能那個劇情跟他們捱 各樣很辛苦 那樣東西 接著有些突破 有些觸動到他們的情緒 那我在兩個幾星期之前做了一個網 因為裡面那個劇中的app就叫PayPayDug 那我整個網 其實做這個網之前 原來已經有些人做了一個叫touchboot的app 改名2 這些都是for fun的 那我好像這個網還沒有人做 那我就做了 那我做了 那時候那個劇情還是講電子人情的 後來變了白鑑 跟著變了魚鑿 這樣就保持著 偶爾更新一下這個網 那這個網就是用一個wordpress一個小時建立的東西 而內容都是在一個網上拿的 就是網上google有很多人講關於這套劇的資訊 團隊這樣 結果有些報導 真的講這個網 那做這件事 那時候因為喜歡這套劇 那覺得如果真是一個users 他在網上找到這個app的這個web site的時候 那其實應該都挺開心的 那我自己以個人的那個那個感覺先 那於是我做了之後呢 開頭launch的時候 Google其實找不到 因為search engine需要一些時間 才會找到你那個web site 那after 即是現在都連劇都做完了 那譬如你打PayPayDuck的時候 你會見到 咦 因為呢 我那個domain exact的那個名字叫PayPayDuck 那多了一個app字的 因為PayPayDuck的app 那你會見到如果那些人打PayDuck的時候 由於我那個domain是有exact的domain的match 就是我們經常講那個domain如果和那些 你想 rank的那個keyword呢 是真的在那個domain裡出現呢 其實是會有好處 那你會見到那個domain其實只有DR 就是那個domain rating是0分的 那一頁都有少少分也有4分 但是以我下面的 就是這個排第一 但是你看下面那些其他的媒體 就是譬如Francis寫了一篇文在EJ那裡的 那那個網是講到70多分的 PCMarket有60多分 維基90多分 那但是由於我本身那個網那個domain 是exact domain來的 那所以你會見到就會有這個優勝之處 那from這裡我會見到就是 如果真是很想rank到某一個關鍵字 有些人可能做到很極致 就特意只是為了那個關鍵字 可能登記那個domain做一頁 簡單的內容就是為了rank某些字 那當然那個字 正常來講那個競爭性會比較高 或者價值比較高 所以你才會做這件事 那有少少其餘的information 都想給大家看的 那就是由25號弄 就是自己去試 然後26號真的叫launch出來 那天有成一萬人去了一個website 然後第二天都有九千多人 那之後那些人已經可能見過這個website 就是剛剛出來的時候很過癮 那就會看多一點 那之後呢你會見到drop下去 去到可能一二千啊一日啊這樣的流量 那而大部分的流量你會見到是direct的 那direct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很多人是看到這個東西很過癮 那於是他會怎樣做呢 他可能會在Facebook那裡share給人 他可能會在WhatsApp那裡share給人 那如果他在WhatsApp那裡share給人的時候呢 其實他就算當之前可能有UTM做tracking也好 那都會抹走的在WhatsApp那裡 那些人一按進去呢 全部會計算是direct的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麼多direct 就是你都不會猜到 就是我自己不會期望那些users會記得那個domain先 因為他不是只有paypayappapp.com 那所以其實很多是應該是from這個WhatsApp share那裡 那Social那裡的效用都很強大的 因為那些人又覺得過癮 所以在Facebook的share 那這個叫做SEO都會有一點traffic的 因為那一陣子就多一些人搜查 那順手都看一看referral有些什麼 就是很多不同的網 連登啊各樣的網 都會有講過這件事 那再看最後一樣 就是真的SEO 那SEO你見到就是launch的第一天 其實都有過千個click的 在Google那裡 那但是那些人已經玩過找過 然後其實就會drop 所以你看到一天可能有幾百個click的 其實都 那這些data就不去到最update的 因為search console需要一些時間 就是有幾天delay的 不過呢這次做這個實驗 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 那你會見到這個那個web site 會可能有一個按鈕 叫人家去假裝有一個按鈕 叫人家去download那個iPhone 或者是Android的app 但其實沒有的 那是什麼呢 就是來到這個畫面那裡 有一個叫related message 這裏呢之前其實呢 Google以為我是一個釣魚網站 就是騙人的那些web site 所以你會見到呢 其實這裏有寫到的 他說呢 我之前是拿他一些harmful 還有一些download的東西 其實我那個叫人download的app是假的 那但是他以為真的有 那所以尤其是短時間 這麼多流量呢 Google trigger了可能他有一個機制 就是會不會有些假網站 騙人的 那他就用一個 一個這樣的模式去通知我 那他是沒有stop我的web site的 就是起碼Google還找到的 那但是他會跟我說 你要解釋喔 為什麼 就是有粒好像叫人download東西 但是又沒有的呢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去到一個 流量比較高的時候呢 其實他會用人手去看 因為我粒鍵其實 寫就寫著是download iphone 但是其實是去到自己的web site的 那他又怎知道那粒鍵是 就是download iphone app 啊各樣呢 是不是因為去到某一定的traffic 是需要用個人去screen呢 那這個我就不得而知 但是這個exercise我就 覺得有趣了 首先自己喜歡看而已 純粹那結果令到原來很多人呢 到最後呢 因為那個web site的底那裏呢 其實有個online form的 那我就跟他說回 就是其實不是真的 這個web site 是我喜歡的 那些人在那裏填 那很多人填email進來支持啦 跟著又說有沒有得 拿mirror 票啊 各樣的東西 那所以我發現 就是那個trend 就是from the exercise 就是那個trend很好玩 就是因為 因為本來電視劇裡面 摸不到現在好像去得到 跟著那些人 真的會發 email來支持 還有就是一個exact的domain match 其實就會好過其他網站 別人的網站權威性高 但是由於我的domain 有關鍵字呢 那都會很容易很快 就會排到第一個那裏 那這個分享到這裏了 這樣就會來啦 要滿足的部分 好可惜 好可惜 我會看 棒 不行 好可惜了